我们到武汉去看一下内涝的情况 从昨天晚上开始 新一轮强降雨袭击了武汉 武汉市区严重内涝 本台记者金珠 现在正在内涝严重的区域采访 我们来马上连线他 金珠您好 那神您好 赶紧给大家介绍一下武汉的内涝是否有所好转 我现在所在 好的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武汉市的武昌区 一处寒洞 现在呢 有不少小车呢 是停滞在这寒洞周围附近的这个道路上 那么呢 有些是停滞在那里 有些是在寻找一些地势稍微比较高的地方呢 是在进行这样一个绕行 事实上我们从武汉市交管部门了解到的 最新的一个情况是 今天整个武汉市啊 是有169处是处在一个车辆 完全没有办法通行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寒洞呢 那就是也就是其中之一 事实上啊 这个寒洞因为它地势呢 本来是比较低的 平时容易发生积水 但是我们今天在驱车赶往这个寒洞的这个路上 我们也注意到另外一个情况 就是在武汉市的中心城区 它比较地势比较高的地方 平时很难有积水的地方 今天的积水现象呢也是比较严重的 除此之外呢 整个在上一档直播中我提到了 武汉市现在的电车呢是处于全线停运 那么呢 整个武汉市到目前为止是 公交线路有67辆是处在全线停运的状态 而且武汉市的整个长江轮渡的航线是全线停航 在上一档直播中我也提到了 这个武汉长江隧道的情况啊 就当时呢是武汉市的友谊大道的入口呢 仍然是处在封闭的状态 其他的那个入口呢是打开了 那么到目前为止 武汉市长江隧道友谊大道的入口 仍然处在封闭的状态 现在的降雨呢还是非常大 从早上八点到上一档直播到现在 这个雨不但没有减小 反而有越来越下越大的趋势 我们可以让我们的摄像给我一个镜头 我现在这个雨啊 就是打在我的眼镜上 不停的往我眼睛上扑 那我现在视线呢 其实都已经有一点点模糊了 就是有点看不清楚前方到底是怎么样的状况 我们了解到 从当地气象部门了解到 从昨天晚上到现在的12个小时之内 武汉市的降水量是超过了180毫米 属于暴雨的这样的一个量级 而且呢预计在未来的三个小时之内呢 武汉市的降雨量还会持续是在100毫米以上 从昨天晚上开始呢 武汉市在一些地势比较低的一些小区的居民 已经自发的开始转移了 他们就是自发的 把自己安置在其他的酒店 就为了防止这种路面积水 给他们出行造成的影响 除了这些居民自发的行为呢 我们今天在驱车赶往现场的路上 我们也注意到啊 就是有一些越野车的俱乐部 因为它这个越野车 它的涉水能力相对来说是比较强的 那么他们这些俱乐部是组织 呃呃自发的一个民间组织呢 就是在帮助这些现在积水中的车辆和 这个人员呢进行一个疏散 可以说现在雨呢还是越下越大 那么武汉市的这种内涝的情况 还将持续 我也会随时关注武汉市内涝的情况 及时为大家带来最新的连线报道 纳深 我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 好的 感谢前方记者给我们带来的报道